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处境电竞是我17年的时候就成立的 我的希望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中国的电竞 然后能够看到中国的范娱乐乐的内容和文化是有多么的丰富 四年前 朱孟廷在武汉光谷开办了一家电竞公司 至今以希娜培育了3000余名来自湖北 广东 以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电竞主播 从职业电竞选手转型为创业者 朱孟廷一直在挑战自己 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就整个行业当中 还是有非常多可发展的空间的 所以我是想说自己毕业了之后 是不是可以去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 通过自己的现有的资源 能够让更多的喜欢游戏 热爱游戏范娱乐的 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一起 我们一起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朱孟廷认为随着Z时代成长起来 电竞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将加速职业化 商业化产业发展前景 并且近些年中国风中国潮的热度风靡全球 朱孟廷陆续吸纳了3000多名来自全球的高水平游戏玩家 加入公司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游戏的泛娱乐内容 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游戏本身 我们更希望是这些游戏内容 可以跟各个城市的文化去结合 甚至是说更多跟我们国家的历史 或者说跟我们国家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传播的路径和覆盖的 人数和面积就会更广一些 近年来电竞行业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 朱孟廷说 未来电竞将加速职业化商业化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希望今后能在游戏中融入更多中国文化历史元素 以电竞为媒介 向海内外的年轻人传递中国文化 其实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策略类的游戏 比如说像三国志 或者说是像真三国武双 其实这些游戏它的背景都来源于我们国家的历史 然后我们就发现 其实文化差异是有的 但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像《红楼梦》 比如说像西游记 然后去摘取它们其中的一段 我们把它去设计成为各个的故事 然后我们的玩家可以以这个故事的角色为第一视角 身离其境地去感受当时这个角色在当时那个场景当中是发生了哪些事情 有哪一些故事 其实这一套的话我们是可以往后更深度地和我们国家历史去做结合的